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妖子 我忘了给你说吗 游乐园刚刚新建了一个充气城堡 今天我们就是要去那里玩游戏 摇摇晃晃的充气城堡 听上去好像很好玩呢 咦 卡卡真的好喜欢看书呀 去游乐园也拿着书本 爱看书是个好习惯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多做运动哦 在欢快的讨论声中 哥德很快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游乐园了 一到游乐场 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往充气城堡跑去 大家可要注意安全 小心摔倒哦 充气城堡 我来咯 卡卡 你怎么还在看书呀 我们一起去充气城堡玩呀 卡卡 既要学习也不要忘了运动哦 该玩耍也得好好玩 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学习哦 在其他小朋友的热情邀请下 尽管有一些不情愿 但卡卡还是跟着大家走去充气城堡 女孩子们紧紧有条地在排队 可男生们却一窝蜂全都冲上去 断时整个充气城堡不停摇晃 卡卡被其他小朋友晃倒在楼梯上 而手中的笔也脱手飞出去了 哎 虽然这样好像挺好玩的 可现在晃得越来越厉害了 哎 嗯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充气城堡都要变摇摇车了 哦 不好 充气城堡有点古怪 大家出来一下 哇 城堡好像要塌了 大家快拉紧我的手 好 宝宝龙 胖熊 阿凯 走这边 大家都没事吧 我们都没事 可卡卡和小倩他们还待在上面呀 啊 糟了 看来他们不敢走下来 被困在上面了 城堡随时要塌了 得赶紧请哥德来帮忙才行 哥德变身成一辆消防车 不一会儿就赶到大家身边来了 说着 消防队长哥德 人员的排查下 充气城堡倒塌的原因很快就被找到了 原来 充气城堡被一只笔戳开一个洞 城堡不断泄气 所以才会像刚刚那样变得扭扭晃晃 没事就好 来 卡卡把笔拿好哦 爱看书爱学习是个好习惯 但是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 还有还有 记住不能带笔呀 于是卡卡将笔和书本收好放到一边 也加入大家来到充气城堡 欢呼着继续玩耍了 就这样 在大家欢声笑语中 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故事到这里 哦 看来哥德和桑迪老师还有秘密要和大家分享哦 让我们一起来竖起耳朵听听 请按赏打赏支持明镜и